我们讲第二点 淡寒不热 就是自怕冷 没有滑热的感觉 前面讲的是 无寒滑热又怕冷又滑热 淡寒不热 它的含义就是 自感到寒冷 而没有滑热的感觉 这是一种寒症的特征 寒症的特征 我们就不说 它是一种寒症的特征 前面无寒滑热 是寒症的特征性症状 是寒症的特征 这里我们讲 只感到怕冷 而不感到发烧 是寒症的特征 没有说是寒症 也没有说 它就是寒症 或者是理寒症 没讲这种 它是寒症的特征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一种是由于寒症之病 感受了阴寒之邪 在冰天雪地 穿少了衣服 等等 这种情况下 感受的阴寒之邪 阳气不轴 而阴寒内身 就没有感受外来的邪气 而是自己内部的阳气不轴 阳气生内寒 阳气生内寒 下面分第一种 心病的无寒 心病无寒 就是通暗起的 不是经常性的 通暗感到怕冷 这个通暗怕冷 如果是兼有表证的 当然就是风寒表证 通暗起的 比如说昨天 用冷水 洗澡了 或者没穿衣服 或者早晨起来 哎呀 穿少衣服 一下 通暗起的怕冷 并且还有表证存在 其他的表证 摸糊 头痛 声痛 喷嚏 油清涕 等等 有这些表证存在 我们说这是哼寒表证 通暗怕冷 这种怕冷 是阳气 狱气阳气 抗邪的一种反应 所以由于它是阳气狱气 很快它可能会要花热力 可能会要花热力 但是另外是一个表证 寒症 并且是表寒症 为什么会怕冷呢 西医对这问题的解释 他认为这个 怕冷或滑热的感觉 主要是皮肤里面的 这个皮肤的温度感受器 在皮肤内的魔烧神经里面 存在着一种温度感受器 这个无寒的产生 是由于皮肤的温度感受器 就是说皮肤上 他觉得毛细血管 收束 热能不多 他感到有种冷的感觉 那么这个皮肤上 魔烧神经的温度感受器 就相当于我们讲的 微表 因此这种情况下 这种怕冷是一种表证存在 如果兴起无轰力 没有花热 只感到 推电风扇 就感到有点怕冷 那也收于昏寒表收症 如果是通暗感到怕冷 而有理症的存在 前面那个第一种 是讲有表证存在 通暗怕冷 有表证存在的时候 是昏寒表证 通暗怕冷 而肩并的身状是理症 因此他收于理痴寒症 都是兴起的 都是兴起的 你比如说 现在吃很多冰 吃了很多粮的东西 吃了以后 又感到冷 肚子痛 呼吸 那么他又有呼吸 又呼吸 又呼痛 呼吸 无寒 这是一个理痴寒症 理痴寒症 那不是一个表痴寒症 不是表症 为什么不是表痴寒症 他没有头痛 身痛 模糊 这个表现 如果有头痛 身痛 模糊 这些表症存在 有流青涕 打喷涕 这表症存在 那当然是表里同病 有这种情况吗 病人 感受寒邪以后 出现了里面的症状 偶头啊 呼吸 血压 往复的冷痛啊 咳嗽啊 气喘啊 这些症状 等等存在 而 模糊是 沉浸的 因此 他受于理事寒症 如果 他不是 里面的症状为止 他没有 呼痛 又不咳嗽 又不呕头 又不呼吸 等等 没有这些症状 而是 头痛 身痛 鼻舌 流青地 以这些症状为止 当然是 表痴症 如果这个病人 他又有 头痛 身痛 鼻舌 流青地 又有 呼痛 呼吸 那就是 表里 同病 是不是表里 同病了 就是表里 都是痴 表里 是痴症 是那种情况 所以兴起的无寒 兴起的无寒 不我们这里 强调他出于寒症 没有强调他的表和理 并未在表和理 那么并未在表和理 要结合他的症状是什么 比如我自己 就有这么一次经历 这是1989年 国庆节 我一个同学 他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他的父亲 要我们 因为他去世了 一年多了 要我们到他家 去玩一玩 去看一看 我们就安慰了 安慰他这个父母亲了 国庆节那天 大家都有空 就到他家去玩 就在这个 就你们东堂 这个地方去世 到那 城郊 那个地方 上午很热 天气很热 完了以后 吃完午饭以后 我们出来 一出来 天气 头感变化 在这个郊区 在那个地方 就等汽车 等汽车 因为上午比较热 变化 天气变化之前 可能温度都是比较高 很热 我没有穿内长裤 只穿了一条长裤 只穿了单 招裤 站在那个空头上 等汽车 天气变化 要挂风了 马上就要来大雨了 等了半天 等不到 大家说 我们干脆走吧 就从那个地方 把你漏 从那个地方走回来 走回来 晚上 当天晚上 腰痛很厉害 晚上就腰痛得很厉害 很厉害 哎呦 我这是不是身脚痛啊 痛得很厉害 一晚上 到第二天 我说赶快就照过片吧 是不是身脚痛啊 但是没有小编啊 又没有那些改编 照片没有问题 所以骨子有一点增深 看来 那就是这个骨子增深 这骨子明显的 就属于受寒引起来的 但是我没有 无寒花热的症状 没有头痛 生痛的表现 所以不是表寒症 腰痛 有缺怕冷 还是有点的 但是都不是很明显 通癌起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个理寒症 理寒症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吃油啊 你说 他就这个地方 确实就好像一个刀啊 吃在这个地方 那个骨子增深 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 吃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中医整病 他怪也就是 那个骨子增深 那恐怕就不是 那一天受寒以后 才增深的吧 恐怕要增深 早就增深了 就偏偏就是 那一天他就痛了 这明显就是感受寒险 当时到医院去做理疗 做理疗 要我做一个月理疗 做理疗以后 用那个温热 烫一烫 虚忽 感到虚忽一些 虚忽一些 我坚持了 一个礼拜 再没坚持下 除了有很多事情 我不可能天天 一到那做理疗 要等了 要一个小时 做不下来 没有办法 我一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用那个颠某子 每天晚上 我就用那个颠某子 就烤 烤了一个东西 以后就十多年 八九年到现在 一十四年 再没通过 实际上这种情况 它就是明显的感受寒邪 阴寒之邪 刀子力 是一个理事寒症 它不是个表示寒症 不是表示寒症 那是心感力 心感力 不寒 酒病为寒 大家可能对这个道理 就无寒 未寒 未冷 这个名称 我刚才讲 这是我们人为的定理 但我们重点上 如果是长期的 经常的怕冷 当你要说酒病无寒 也可以的 心病无寒 也可以 未寒也可以 我们是人为的 这样区分一下 酒病的区别一下 叫做违寒 这种违寒的 经常罢冷 得温可缓的 受于理虚寒症 是里面的虚寒症 上寒冷里面第七条 上寒冷第七条 太阳病篇第七条 无热无寒者 罢于阳症 只有怕冷 不发烧 长期的 不发烧 罢于阳 受于阴寒症 这种情况 这种病人 他经常怕冷 一般不会发烧 即使感受了外邪 往往也不是 罢人为主要表现 但感受外邪的时候 他可以去向罢人 但是一般来说 罢人也不是很明显的 阳气不重 内在阳气不重 这就是当寒不惹 两种情况 提示的是 你是寒症 而没有说是 你我表 区别是表寒 和理寒的区别 在于他肩病的症状 是理症 还是表症 长期的怕冷 不发烧 那就是阳虚 理虚寒症 阳虚症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胆若不寒 直化烧 不怕冷 直化热 不怕冷 寒一 是简历 只有滑热的感觉 这个滑热的感觉 并且是 自己感觉滑热 以自己感觉滑热为主 当然病人如果说 测量 我自己没有感到滑热 如果体温 升高了 旋不旋 旋 当然也旋 旋 但是这个时候 病人 他是一点无寒的感觉都没有 如果还有一点无寒的感觉 那是属于无寒滑热 是不是 或者是 病人只感到怕冷 而不感到滑热 你量体温滑热 那恩安置叫做无寒 单寒不热 如果体温升高 病人自己没有怕冷的感觉 也没有滑热的感觉 当然我们也把它称为滑热 病人总的一个原则是不怕冷 自己只感到滑热 不怕冷 或者自己还没有感到滑热 但是体温升高了 那也选择滑热 这种滑热 单热不寒 发烧的情况 要根据它的时间 滑热的时间 滑热的轻重 滑热的部位 滑热的特点 滑热的半垂症状 滑热的性质 等等不同 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就很多类 滑热就分好多类了 细分很多热 是不是 有磁脏热 肌牛热 有很多的这种热型 那么我们中医怎么分的呢 它有中医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现滑热 它的激励 一个是阳圣 另外一个是阴虚 阴虚 阴虚 一般受于理热症 一般是受于理热症 为什么一般受于理热症 就是说阳神阴虚 一般受于理热症 但是阳神阴虚 一个兼有表症的时候 它可以表你同病 或者是也可以是表症 轰热表症也可以的 在一个虚阳 忽悦的时候 病人虚安感到滑热 但是并不是实热症 不是理热症 而是一种阳虚症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它是理热症 阳气康胜 或者阴虚亏虚 所出现的这种滑热 一般受于理热症 分类 刚才讲 根据时间 滑热的轻重 程度等等不同 有各种不同的分类 第一种是装热 装热是讲的体温增高 自己感到滑烧很厉害 哎呀 自己感到烧 热得很厉害 被纸啊 衣服都要改开啊 截掉啊 是吧 感到滑热 量体温一般来说 多半在39度以上 这种装热啊 37度2啊 37度8啊 38度1啊 这样这种情况 一般恐怕不会叫装热 量体温是比较热得很高 自己感到热得厉害 并且两个条件 一个是体温高 第二个是持瘦不退 装热 持瘦不退 起码是半天 一天以上 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都不退 不退烧 这才叫做装热 高烧不退 这才叫装热 烧了一下以后 马上退掉了 那就不是装热了 那就是花热 它已经退掉了 退掉了 就不是花热为主 就不能叫做花热了 装热 所谓理时热症 阳气很抗胜 抵抗力很强 所谓理时热症 所谓邪热吃脏 什么叫做吃 吃脏什么意思 吃脏是讲的 吃是讲的那个老鹰 做山雕啊 那个雕啊 张开脂膀 那个脂膀一张开 有的时候有一米多 那个很 那个做小鸡啊 做兔子的时候 那个那个 是很凶猛的 邪热吃脏 吃就是摇 这个阴的这种 这种脏 张开脂膀的意思 形容这种热症 很厉害 如果是装热 尤其是 最先拿热症 绝身的时候 在我们附带讲一下 这个 对这个装热的 脂肪问题啊 附带讲一下 可以采用冷敷 花烧很厉害 但是手脚又是凉的 我们终于不叫做 热症绝身吧 这个时候 倒是可以跟他 用冷敷 你把冰啊 放在这个一下呀 放在头部啊 放在这个地方 都可以的 放这个地方可以 但是如果是 表震的滑热 绝技不能够用冰 说寒了 还在流青鼻涕 打喷嚏 还冰人感觉到怕冷 体温40度 这个时候 西线往往是一倒40度 赶快用点冰敷吧 让人看中医的道理是不行的 中医的道理不行的 表证的阶段 企业技不能用冰敷 哪怕花烧很高 都不能用冰敷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 从湖南省科威 一个一个干部 他的雨 在美国 到美国以后生毛毛了 生小孩了 生小孩以后出现厂后 滑热 在美国自然 自不好 将近一个月了 花烧一个月 厂后 这个一个一个 产甲差不多就整 就花烧 烧得很厉害 在美国治疗 没办法 这怎么办呢 要我们 中医有没有办法 我说道理是 这个厂后花热 并不是整 整不好的 应该可以治 那整个花烧 怎么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又不能去 那什么表现 又不知道 那没办法 那会得回来 我们终于会得看病人 你没看病人 你说他体 那体温好高 白细胞又怎么样 这项检查 那项检查 我们终于没办法 编证 那一回来 没办法就 病例回来了 一会机就坐回来了 坐回来 一问 他的厂后花热 什么问题 这外国人 和中国人习惯 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中国人 生小孩以后 那这个 这个产甲的保护 厂有期 那是非常重要 是不能吹轰 是不是 头上还要包着 不能够在外面 把窗子都要关起来 是不是 不能受风寒 这个外国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西洋人 他那个荣量做得很 吃牛肉 吃了很多 从来就不喝开水 是不是 都是喝冰 喝凉水 你们还必须换冰 是吧 你问他 都是都是 没有茶嘛 也没有 没有开水嘛 都是直来水 直来水里面 还要换冰 加冰部都会 加不加冰 都必须加冰 他生毛毛以后 外国人跟他送礼 都是送礼 一些冰凉的东西 一划烧 跟他用冰服 一烧上出来 就用冰 鼠啊 脚啊 到处都冰 明显的应该说 问他病人 还有怕冷的感觉 自己就感到怕冷 体温就很高 还是一个表证阶段 搞了一个月 还是表证阶段 这就和他器官有关系 说他们弄 弃养人 这个就是那个小孩 为什么要躲在房子里面 要把头包起来 不能说 他不可理解这个问题 他就是 他觉得是热 热了就要用寒了 就直接用寒了 就治不好 我们终于把表证 用按照表证资料 两副摇就退烧了 就退烧了 所以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 不含发热 我们一定要看 它是一种什么状态 这说明地域环境 生活习性 这些问题 这我们终于编证理 科学性 怎么要看待这个问题 应该说我们学终于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 这个是很难 国外吸引来说 他就恐怕不理解 你这么个问题 花高烧那么烧 你这么不用抗尊数 什么抗尊数都用了 就是退不下来 那个表证 它没有吸重感 并不是吸重感染 你用那么的抗尊数 起什么作用 不起作用 这是端热 第二种是朝热 朝热 什么叫朝热 是讲的 暗时华热 或者暗时 华热就加重 热时就加重 与朝寻之有定时 暗时华热 华热是有定的 实践规律的 这个朝热 歌曲的名称很多 朝热有好多不同的名称 从时间上区分 有日虎朝热 有午后朝热 有夜间华热 甚至有止午华热 止午时 止时或午时 止时就是半夜 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这个时候华热 等等 这都是朝热 按时时间分 古代有这样一些名称 按照它的症状 朝热就正在 又有骨争华热 好像那个华热 是从骨头里面 争华出来的 这么一种感觉 按照 为什么会出现朝热的性质 它的原因上区分的话 就是阳明华热 阴虚华热 时温华热 等等 有这样的区分 所以我们编教材 就是朝热下面 怎么要分呢 你把这七个八个名称 都用上分七八点来分 还是干什么分 这就是值得念旧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 以时间为止 来分定 日虎朝热 日虎朝热 一般来说 国类叫做阳明朝热 叫做阳明朝热 阳明朝热 发育什么时候 日虎是指的生有时 生有时是指的什么时候呢 十五点到十九点 就下午三点到七点 这个时间 下午三到五点是生死 五点到七点是有时 阳生有时 法热叫做日虎 就是日太阳偏西 要下三地 这样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 法热很明显 就比较高 这叫做日虎朝热 它主要的病例是阳明的腐症 理时阳症 时阳结局在里面 阳邪和时邪 搏戒在内 时阳雷阶的阳明腐蚀症 经常讲的是日虎朝热 但对这个日虎朝热 怎么解释 为什么说他阳明腐蚀 怎么会出现日虎朝热呢 有一种说法叫做阳明 尽弃亡于身有时 这个说法有点问题 为什么 阳明 守阳明大肠 走阳明围 大肠和围 按照十二十神 五脏六腑的区分 回银大卯 围神功 回是银 大肠是卯 围是神 卯是快要天亮的时候 神是天亮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阳明 应按照时间来分事 这样推分的 那么生有时 旁生神有心甘心 旁光守于生时 有时守于神 分配来说 是这样陪守的 是这样陪守的 因此如果说阳明 阳明晋气当王 这个话 因为阳明晋气 按照阳明晋气当王 应该是亡于天亮 到神时 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话 值得注意 值得念就 那么这是一种 日虎华蛾 就是下午 太阳偏西 快要下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华蛾 多半是阳明晋政 当然是不是阳明晋政 也要跟着他的传生 人间传生的表现 不止单独品责一个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的华蛾 一般来说都是下午厉害一些 是不是 那不等于每个病人都是阳明晋政 那阳明晋政呢 不等于每个病都是阳明晋政 第二种是午后或者是夜间华蛾 下午后 这个午后的范围很广 午后 然后十二点以后 一点以后都可以叫午后啊 一点以后都可以叫午后 这个午后的范围太广了 后到什么时候 后到五点 还是后到六点 还是七点 八点 这叫做午后啊 那起码一点到七点 这个时间之内都叫做午后 起码是这个范围 因此这个午后的时间是不太准确的 而有的叫夜间朝蛾 午后朝蛾 日虎朝蛾 也受于午后朝蛾 从时间上去 应该可以这样来开过 夜间华蛾 夜间朝蛾 或者有的学上叫做生蛾夜圣 生蛾有的是夜蛾早粮 夜蛾早粮 晚上华蛾到千辆的时候 哎 烧退了 夜日早粮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惹于云混 或者是应虚火望 惹于云混 应虚火望 应虚火望 对这个华蛾的时间问题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概念 我我有这么看法 就认为啊 邪于深 华蛾于晚 邪在表 的时候他没有时间界限 邪其余生到了 云混到了 阴混到了 血混的时候 华蛾的时间 就越来越晚了 那么为什么会华蛾出现潮蛾 出现一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就华人明显 这个恐怕和植物牛具 刚才我讲的 肥炎大毛 卫神工 皮子 心五 小卫通 旁生生又 心肝系 还有 这个这个 十二十生 植物牛具 有关 我们人体的 松无中 有关以外 这是与他有 密切的关系 同时要跟师大 刚才讲 五后是一个 他的外颜 是模糊的 不缺陷 五后这个时间 是不够缺陷的 要认识这些问题 他的机理 为什么五后华蛾 熟问 生气通天嫩 就是我们人体的 生命之气 人体的之气 和天空 自然界的气 是相通的 生气通天嫩 就讲 阳气的一日 而举外 平淡人气的日中 而阳气浓 平淡太阳 刚去 山 从地平线上 升起来的时候 平淡人气 生 我们人体的 阳气开始 发生了 日中而阳气浓 到中午的时候 阳气 很浓生了 很冒 很浓了 日夕 而阳气 已虚 到太阳偏 西的时候 阳气就开始虚了 奇门乃背 这个时候 我们的 七门 玄虎 就是讲的 毛鞘 汗孔 就背乎了 这是讲 推着 自然界的变化 气候的变化 日的变化 我们人体的 阳气 取了什么状态 那么 这个状态 我们怎么认识 为什么午后 发热明显一些呢 就是 中午的时候 应该是 真阳 阳气最浓的时候 阳气浓 阳气浓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人体的阳气 是不是最多的时候 还没有到最多的时候 我来理解 就是像这个 太阳 慢慢升上来 升到最高的时候 已经到了 最高了 但是是不是 热地 我们人体 内地热地 最高了呢 温度最高了 十二点钟 和下午 一点两点 我们大家可能 都有这个体会 下午一点两点的温度 比那个十二点的温度 谁高 恐怕一两点的温度 比那十二点的温度 要高 十二点 虽然阳气已经 日照当空了 到了顶上了 但是它有个 熟悉热人的过程 我们人体内部也是这样 应该说 到了十二点以后 阳气很浓 但是热人一熟悉 往往也要午后 热人就修移的更多 热人就修移更多 所以午后外界的气温最高 体内的阳气最浓 最深了 而加上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 到了日虎的时候 奇门乃背 刚才俗文《生气通天论》里面讲 这个毛桥又背乎了 毛桥背乎来后 汗就不能排泄吧 或者说甚至排泄减少吧 阳气划散的就少了吧 而修移的热人又最多 排泄的热人又减少了 因此 热神加上阳气的旺盛 热热加上康阳 又将阴移消耗 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 所以就出现了 午后华热就明显 我是这样的理解 阳气最旺盛了 旺盛以后加上修移 修移以后这个时候 毛桥又背乎了 背乎了 吹汗减少 越来越没有排泄 都修移在里面 因此下午花烧比上午 明显厉害 比上午厉害 那为什么到了晚上 它又不那么厉害了 花烧不那么厉害 因为慢慢的热地产量又少了 产热又少了 它的热人休息到了 最多了以后 它慢慢就生成少了 加上外界的气温又低 外界气温到晚上以后 气温降下出来 所以它这个是花烧不明显的 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由于夜间围阳行于里 我们的阳气 跑到里面出来 体内外的温差比较大 我们刚才讲 晚上下午 气门奶背不出汗了 热人都修积在里面 又加上阳气到了晚上以后 跑到里面出来 日行于外吧 夜行于内 阳气围阳 晚上围阳也跑到里面出来 里面有修积的有阳气 体表又没有得到排泄 没有得到辐射 放射出来 所以这个外面的温度就很低了 里面的温度没有放散掉 两边的电压 就像这个电压一样的 我看那个带电灼 两边都是高压 它不感到自己在一个 这个电压的感觉 就是电压有差别的时候 它就感到就抽电吧 是不是 我们温度感到 为什么病人感到花烧 就是里面的阳气还修积在那里 没有黄色 外面的气温又降低了 这个时候 所以里面就有热 因此感到滑热 所以午后滑热一般比较明显 由于鞋与表的位置越远 鞋气不容易跑到体表来 因此滑热的时间有余晚 表正阶段 没有时间阶段 没有时间 也可能一早上起来 它就感到武汉滑热 是不是 到了阳明京镇 七分镇的时候 滑热也没有明显的区别 甚至上午和滑热也很明显 它没有明显的下午就厉害 到了阳明府镇 到了云混镇 到了雪混镇 到了英混 邪乎英混 这个时候滑热的时间就越来越晚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认为就是这种斜气举表的位置 举你显了 热血不容易发散到体表来 不容易包露出来 因此滑热的时间越晚 什么阴混滑热 刚才大家提到 什么是阴混 阴混的热是讲的 热取于阴混 就是在 阴混就是讲比较深层的位 阴是取于表的位置 阴是取于里的位置 热取于里的位置 在里面的位置比较深 这就是阴混 阴混滑热 阴混的热 一个是以热的位置比较深 第二个是讲的阴虚内热 所谓阴混的滑热 滑热的死之间 往往是亡于阴死 起码是午后 甚至是半夜 甚至是天亮之前 这种时候的滑热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用阴邪 呼吁阴混 得到阴死的相守 这就不能够这样 应该说 时间如果到了阴混 它就不应该发热了 不能用这样的理解 有的因为是阴邪 亡于阴死 有一种解释 阴邪 这种邪 里面的邪气 有些亡于阴死 就是亡于滑热的时间 亡于半夜 甚至是天亮之前 这个时候 这样的解释 到底说不可能 如果说阴邪得到阴死 外淹的气温的寒冷的相守 它应该不滑热了 阴得阴走就应该不滑热了 那不是这个问题 它应该不滑热 我们是讲 它的邪气比较深 它要滑热 要滑出来的 与你表 体表 位置远 所以它滑热的时间晚 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硬红滑热 也是存在的 比如今年上半年 我在台湾就 看这个病人 它是一个 畸形移腺炎 手续以后 半年了 半年以后开始都很好 半年手续以后还比较好 前一个礼拜以来 开始滑烧了 它滑烧有个特点 就是晚上滑烧 滑烧之前也有无寒 无寒以后就滑烧 已经搞了三四个晚上了 就是定时的滑热 无寒汗去 到西一看 一线移腺炎动手续以后 它把这个刀口 这稍微有点红 里面也没流浓 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 按时的 无寒 阴混的时候 滑热 这样一个表现 那怎么治疗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腹部有点 胀啊 痛啊 这些表现 这滑热乌汗是个很 定时的 这个时候出现 以滑热为主 滑热之前有一点怕烂 那么这个滑热 典型的时间是在 阴混 我们用的什么 当时就是用 禽椒别加汤 用的禽椒别加汤 地固皮 这个秦椒啊 别加这些 两滑热下去 就不滑烧 第一天滑热以后 好像滑热就没烟 第二天 第二天以后就没滑热 没有无法滑热 就争断了 也没用其他的用 没用其他用 所以这个 阴混的滑热 什么叫阴混 就是邪气 滑得比较深 滑热的时间比较晚 它的机制 也可能是阴虚雷热 阴虚火旺 这样的机制 这是讲 第二种 潮热 第三种 生热不痒 生热不痒 我们七版教材 已经把它放在 胺子里面出来 为什么放到 胺子里面出来 这种生热不痒 我们是怎么描述的 什么叫生热不痒 我们大家都熟悉 就是手闷着 抽不觉得怎么样热 把手放上去 开始不觉得怎么样热 闷着 久了以后 就感到 汤手 闷着 开始就不太热 放久了以后 就热得厉害 这明显的熟悉一个 什么问题 属于暗准的那样 不是病人说 我开始就不怎么热 过久了以后就热 我自己感觉到 你把手放在我的皮肤上 开始我自己感到 我没有发烧 没有热 你把手脑放在 我这个地方 放久了以后 我就发烧了 这是病人自己的感觉 再说一问诊 我现在是医生的感觉 把医生把手 放在病人的肌肤上 开始不觉得怎么 放久了以后 感到这个病人 烫手了 这叫做什么 叫做生热不扬 因此生热不扬 我们把它放到 杆子里面出来 放到杆子 生热不扬 一般是提示斯文 我们以后可以讲 第三个是为热 第一个装热 第二个是潮热 第三个生热不扬 这是华热的情况 这个为热 为热什么叫做 为热 潮热里面有那么几种情况 为热是华热不高 自己稍微有人感到华热 体温一般也是不高的 不会超过三十八度 甚至是 只有自己感觉华热 体温根本上不高 量体温量不到 有的病人 我自己感到一阵阵的华热 哎呀头上华热 一目滑烧 要去汗 那你说量体温它就高了 可能体温并没有高 自己感到华热 这就是所谓 所谓为热 这种违热的原因很多 要根据它的坚证 不同的表现来进行边证 如果是坚有 这种违热是长期华热 脑垒折胜 属于气虚华热 这种病人有的 你比如说西医讲的这种 白细胞减少的病人 他经常有这种情况 中医讲的阳气不周的人 有这种情况 体温又不高 自己经常感到有点发烧 或者是量体温稍微高一点 三十七斗三 三十七斗四 不超过三十七斗八 就那么一点 稍微有点高 自己稍微一活动就感到发热 稍微一活动就感到发热 这是我们气虚的表现 当然还有其他的气虚表现 我们这是主来最典型的一个表现 脑垒 这明显 要讲了 是不是气虚还有很多症状 七胆 华尼 神皮 梅罗 鞋蛋 等等好多症状 我们那就变成了编阵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 就说 华尼 这种微尼 你怎么编阵 要跟着它传身兼有的表现 另一种表现 是低尼 而脸色很白 这属于血虚的表现 血虚 面色白 蛇子蛋 等等 这属于血虚的表现 血虚华尼 如果是午后华尼 午心华尼 骨争华尼 五星华尼 是自己感觉得到 自己感到骨头里面划烧 里面 讲不好 好像从骨头里面划出来 像坐在蒸笼上一样的 体温又并不怎么高 兼有一些阴虚的表现 梅西书 那当然属于阴虚华尼 一个因情字 不虚 或者受情字影响 引起来的 也往往是一种自我感觉 心里环超的时候 环超滑热 心体一紧张的时候 就滑热 可能也这么 有的看到一个僧人 我们年轻老师 有时候后面来的几个人 听话 心里紧张 一下滑血 自己感到滑热 这个体温可能也没高吧 是不是 那么这种情况 属于其余化热 还有小孩 小孩 一两岁的小孩 他的体温调节 动作不太好 在夏季出现化热 他多半属于七阴两虚 但是不是属于七阴两虚 这都要传闻看 那我传闻看 这些属于微热 我们讲的这几种 这是常见的 有这样一些原因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单纯凭一个 滑热不高 就能够编得出来的 要结合其他的表现 目的是这样 第四点 寒热往来 寒热往来 什么是寒热往来 所谓寒热往来 是无寒滑热交替滑多 界限分明 界限分明 怕冷的时候就不发烧 发烧的时候就不怕冷 界限非常明显 因此它和无寒滑热 我们讲的第一点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点 无寒滑热 它是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 没有交替的 交替的症状不明显 前面的无寒滑热是这样 又怕冷又发烧 同时存在 或者说 怕冷一下又等一下又发热 滑热一下又发冷 它中间的这个时间界限 症状的界限不是很明显 这个无寒发热时 无寒的时候就不一点 怕冷的感觉都没有 滑热的时候就一点 怕冷的感觉都没有 时间上非常明显 症状表现上非常明显 那个是症状不明显 无寒和滑热 症状也不是 怕冷的时候就一点都不发热 滑热的时候一点都不发冷 这个症状不明显 时间上 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发热了 一点都不发冷了 没有那么明显的时间界限 分类有两类 一个是寒热往来无定时 寒热往来无定时就是 并没有固定的时间 寒热往来 半表半理政 是半表半理政的最主要的表现 它属于邪政相争 邪气 忽为进退 忽为进退 什么忽为进退 就是邪气和正气两个 相斗争的时候 要么向你进一点 要么向表退一点 两个互相在这里 进退 去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它是半表半理 要么邪气深一点 向你退进来一点 要么又向外退来一点 所以就出现了 乌寒华人 交替出现 它因为邪在半表半理 邪气一般来说 不会抬胜 邪气也没有衰 相争于表礼之间 这么一个阶段 表和礼之间 就是说 既有一部分表 也有一部分礼 我们以后讲 少养正的时候 再讲这个问题 是邪气深邪 这话日 邪气深的时候 这怕冷 古代是这样解释的 一神一乎 所以就出现了 往来寒热 邪 正 表 礼 神 乎 居然两个相识 居然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寒热往来 寒热往来有定时 寒热往来有定时 明显地讲是略气 但实际上 应该也不单准就是略气 不单于是略气 刚才我举定了一个病例 它是寒热往来有定时 它明显地 晚上九点多钟 十点钟 开始怕冷 发烧 到三四点钟 慢慢才退下 退下去 有明显地寒热往来有定时 但是它不是略气 它属于这个 一线炎手续以后 古代认为是认为 略邪符于半表半理的魔缘 因为还是在半表半理 也还是阴阳互相在这里 纷争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 它这个寒热往来 往往是先吓冷后发烧 为什么会出现 先吓后热 按照西的说法 就是由于这种流原体 跑到了血球里面出来以后 破裂就出现了怕冷 而产生了很多的涅滋体 这个涅滋体 像过敏炎 就出现了滑热 这细这样的解释 中意的解释就是 它取一种魔缘半表半理 邪正乡争的这么一种对面 为什么会按时发热 收文虐论 专门有虐计 这一篇虚 看来在两千年之前 中国的这个虐计 就是很多了 收文专门有虐论 这一篇虚 它来解释 古代的解释 这个虐计 为什么会按时发热 怕冷的原因 但是由于 邪气 舍于皮肤之类 与谓气 兵居 谓气者 周日行于阳 夜行于阴 此其得阳而外驱 得阴而内薄 雷外相薄 使以日足 就是 这个邪气 和谓气 两个结合在一起了 它垂着谓气的运行 谓气是五十周 周末夫大会吧 我们的云味 云味生会篇 讲我们人体的气血阴阳是 五十一二十四小时 转五十个川吧 五十周末夫大会 所以要在 蝉诗要走一篇 走到这个地方说 哦 武汉花热出现了 所以定时花热 不但是这样的 这样的 为什么有的是 港日流 三日流 那个收尾流 里面都有解释 它就叫做 邪气深 骑道远 骑行辞 它的位置 离这个车站 离得很远 不容易赶上火车 或者说 这个两天才开一班飞机 它要两天才能够赶上一班 所以就 骑行辞 骑道远 骑邪身 就是这样来解释的 当然这些解释 都是古代的解释 到底我们怎么解释 为什么 会 两天花一次 为什么 每天到时候 就按时花拙 我们用什么道理去解释 我还没有想到 很好的道理 大家可以研究 古代是这样解释的 还有一种 呼吁 热于学士 用为野士 寒热往来有定士 也是一种表现 实际上 热于学士 也是 学士在这里 也是讲的 学乎于学混 学热 应虚 雷热 应混 还是讲这个意思 这些寒热的症状 问寒热 我们就 讲完了 问寒热以后 我们可以 提一些问题 让学生来进行 呼吸思考 呼吸思考 比如说 我们 寒床常见的寒热 内型有哪几种 应该说有四种 是吧 无寒滑热 当寒不热 单热不寒 寒热往来 有这么四类 寒与热的产生 主要取得于 哪两方面的情况 为什么出现 怕冷花烧 这种症状 它的肌理 产生的肌理 是什么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 邪气的性质 是不是 邪气的性质 阴邪 容易出现寒症 感受的是 热邪 阳邪 容易出现的是 热症 热的症状 邪气性质 再一个就是 具体的阴阳 身质 体内阴阳身质 阳身则热 阴身则涵 阳虚则涵 阴虚则热 欢迎我们人体的阴阳气质 身质 什么叫乌虹 什么叫乌寒 违寒 庄热 朝热 各有什么意义 这要复兴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开念 我们都讲了 乌虹 是 欲虹觉冷 鼻子可反 乌寒 我们特地讲的是 讲到这种 兴起的 投胺的 这种怕冷 是讲的 兴起的怕冷 加一倍 取懒 都不能缓解的 我们人为的 称为乌寒 当然你要把它说为冷 也不能说它答错了 这是我们这种 为了习惯的题话 为寒是讲的 长期的 经常的怕冷 加一倍可以得到 缓解的 多半是讲的 阳气虚 这种情况 庄热 高热 尺寿不退 朝热 是暗时 滑热 或者暗时 热时 加重 国有什么意义 它的编证意义 无寒 滑热 是表证的特征 当寒 不热 是 寒症的特征 单热 不寒 一般是讲 理时热症 或者应虚症 寒热往来 是斜在半表半理 它的主要意义 表证不寒 为什么得温不减 感受了 哄寒 为什么会出现 滑热 感受了 哄热 为什么会有 怕冷的感觉 这些都要从 邪正 相争 争气 抗邪的这种 围气 忽表的状况 这些方面来理解 邪正 相争 为什么会 受了寒 为什么 得温不解 那都要从这种 争气 抗邪 一种能动的反应 抗邪的反应 来看 忽表是出于一种 悲慎 还是一种 开放的状态 围气 或邪气 相争的部位 等等 从这些方面来考虑 围若有哪些原因 滴烧 自己局部的感到发生 有哪些原因 我们这是举到哪里 有其虚 有血虚 有阴虚 其阴两虚 有其余 等等 这些我再次强调 围若到底是什么原因 必须结合传生的症状 来进行辩证 不是单寻凭一个 滑热不高 自己觉得有一点滑热 就是什么性质的 当然其他症状也要结合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不是单寻凭一个 滑热不高 就说它是什么问题 一定要结合传生的表现 什么叫寒热网呢 就是寒和热 出现是交替的 寒热网呢 有定时或无定时 两种情况 这就是寒热 我们讲这样一些内容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